Hello 大家好 上次我们谈到了用什么方式去进行土壤改良 比如说我们打个raised bed这样的打个盒子 然后我们可以用土掺和进去 然后我们或者是挖土 挖垒后然后掺和土 那么当时的时候我们谈到了我们历史出来有几种土 一个是原土 还有一种是复合肥 也就是topsoil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细的土 raised bed 还有一种就是mulch 那么这样几种土我们把它掺和在一起 然后进行改良我们土壤 那么今天我们想谈一谈从哪搞到这些土 怎么弄 那么我们到商店里来说 基本上可以看到有两类肥料 一种肥料就是说它是叫做种花用的 还有一种就是可以种蔬菜用的两种 所以尽量地去选一些 如果你要种蔬菜的话 尽量去选一些种蔬菜的一些肥料 如果你要是种花的话就用种花的肥料 因为它们的侧重面不一样 这是两类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的结构 我们texture就是说我们它是什么样粗细的程度 那么有这样几类 那么就是我们谈到了这几类 第一种一类呢 这一类呢就叫mulch 你能看出它就是好像全都是树枝子 树叶子树渣子这样的一东西 土的成分很少 所以一般来说就是mulch m-u-l-c-h 所以你要是去找这个词的话就是mulch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叫raised bed raised bed这种土 那么这种土呢就是比如说它打盒子打底土用的 还有一种就是复合肥 这种复合肥呢一般来说什么top soil 或者是什么parting soil 还有什么garden soil 它起不同的名字 但是呢基本上就能看出来它就是叫复合肥 复合肥呢它基本上就参合的 基本上就是参合的比例都适合于general use 就是一般的用处都可以了 就是三菱甲的成分都可以了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原土 这种原土比较难买到 但是有的地方也卖 就是如果你要是买不到的话 就买那种就是最便宜的土 基本上去原土的成分就比较多 那么所以说呢这样的话 你能通过这个它的这个texture 你就能发现什么样的土 适合于你的这个花你的garden 以下呢我就到商场给大家展示一下 怎么挑选各种各样的肥料 肥料就是我们到那个商场 那么这个肥料呢 那么这些肥料呢你拉出来 一个方面原因呢就是说 它很多人需要可以看到可以买 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肥料 它还产生一定的在发酵过程中 还产生一定的气体 所以说大部分肥料呢 它们都放在外面 那么放在外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肥料有基本上 就是有这样几个用途 第一个用途呢就是说我们是种花的 那么种花草的这些肥料呢 一般来说呢像这种肥料 它们都明显的标记 就是说我们是种花的 你看那个袋子上面 就是说到处都是花 那么这样的肥料呢 都是种花的 所以呢一般来说呢 它不适合于你去种 别的蔬菜啊什么东西的 除非它标明了可以种蔬菜 那么但是如果要是说 organic的 比如说像这种花 它就是organic的 organic的 maybe也可以 但是还是最好不要用 因为它实际上就是说 强调的是让花朵更加鲜艳和美丽 所以说它可能淋肥相对比较多一些 那么这就你看 这也是一些土壤 一些肥料 那么它也是一个花草的这种肥料 还有一种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像这种 我们叫做decoration的这一种 这种是一般是叫much 就是树皮 它一般的都进行染色 那比如说染成黑的 染成黄的 红的 各种颜色 那么主要是装饰用的 那么不是种植用的 还有一种 比如说这也是potting 这个potting mix 它就是也是种花的 你们可以看到 所以从外表表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是做什么用就可以 那么还有一种呢 比如像这个 你看它就说了ideal 比如说像这个 那么它表面有花也有菜 那么这个ideal soil amendment for vegetable and flower 就是说可以做出菜 种菜可以跟树花都可以 那么像这个 那么一般来像这种种情况呢 我们就叫做organic 这个一般来说买organic比较好一些 我们自己种 那么在这上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标记 一般的就是这个 从图像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什么目的用的 再一个它这个就是 你看它说 garden amendment 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来改良你土壤用的东西 那么这个最好呢 是保这个蔬菜或者水果 或者是花朵或者是树干 树 那么像这个呢 那么我们反过来以后 一般的来说呢 这个它会告诉你一种instruction 告诉你怎么用 那么怎么用 那么用多少 那么一般来说呢 那我们根据我们的用途呢 一般的这些 都会用在就是topsoil 就是说我们的最上层的那一层土 那么这一层土呢 我们可以就是说 和我们的土壤进行参合 参合以后再用 就比较好 那么这上面就是它还好 就往往来说还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说 就是说如果要是organic的话 它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标记 就是说organic的这种标记 就是organic标记 这种标记 那么这是这个土壤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土壤 你看这个土壤 它上面就写了 它说说garden soil for vegetables and herbs 就是说种一些这个蔬菜用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比较理想的 这compost 就是这个这个土壤 那么我们这个土壤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要求就是它的instruction 那么就是instruction就是说 它一般来说呢 就是说需要你挖大概spread 它的两三英寸这么厚 也就是相当于这么厚 到你的花的周围 然后呢 把它掺合和你的native土壤进行掺合 掺合以后呢 然后我们再种 再种植 那么为什么要和我们native 不能完全用这个土壤呢 就是native的那个土壤呢 往往就是对它的这个 就属于一种土壤改良的一种东西 如果你要是全部用这个东西了以后呢 就可能让这个土壤 就是肥料太足了 往往反而对这个生长是不利的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说就是我们的蛋磷甲的组成部分 比如说我们像这样的一个 它往往都会标记 那么比如说像我们像这个蛋的组成 litecin组成是0.09 0.09 然后呢 我们下一个呢 就是说磷肥呢 0.5 然后0.05 然后还有钾肥是0.07 那么通过这个东西 你就来比较它的这个蛋磷甲的组成的部分 是相对比较均匀的 所以说这个是做蔬菜用 就是种蔬菜用比较合适 那么我们再去看这个 这个还有一种土壤 对 还有一种土壤 我们叫做raised bed raised bed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们那个土壤的结构 底层土 还有上层top 那么我们raised bed 这个就是一般的来说呢 我们去filling和这个去就是说去打底土 让你的土壤比较就是底土 透水性比较强 这个土壤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土壤呢 往往有一些要求 它告诉你怎么做 它告诉你怎么做 比如说用几个半个 用多大的方块 然后呢 怎么用 你在土壤底下的 所以呢 一般的也需要去掺土 和你的土进行掺和以后再用 比较合适 那么像这个叫potting soil potting soil 它ideal for mixing 用的 所以potting soil 这也可以来用来这个种花用的 你看这是种花用的 在这里都是种花用的 它一般来说呢 就是比如说种花种草 或者是vegetable都可以 那么它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标记 叫做registered as CDFA organic的这种certificate 那么这个也用这个amendment amendment就是说要和这个土壤进行掺和 这个土壤 这个 这Garden amendment 这也是一个 这个是牛 牛粪 所以这个是牛粪 你可以看到它有个牛在上面 这是牛粪 所以牛粪也是用的 那么像鸡粪啊牛粪啊这些东西 我们都可以用来就是种菜 我们都可以用来就是种菜 这标记往往都有一个叫做garden amendment 那这是鸡粪啊 那么还有一种比如说这一种这种就是soil amendment sandy long 就是说有些土壤它是比较有有有有这个沙土比较多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进行 看到吗这沙土比较多的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参合这个 从而让它更具有厚水性 就是说就是吸水吸水的能力 mouse mouse 这个mouse呢就是用来 这个mouse呢它就是用来参合 比如说粘土 我们需要把它进行参合 参合然后让它有透气性能 所以我们这就用这种mouse 就是还有一种比如说我们这种mouch 这种mouch呢就是树皮了 这种树皮呢它已经用colored 就是说进行染了 染了这种树皮呢 显然就是我们经常用来是什么呢 decoration用的 就是说我们用用来标 我们用来这个就是装饰我们的后院用的 所以说呢它这个一个主要的用途 那么所以一般来说不是种植用的 嗯 所以呢那么像这种mouch呢 它有一定的颜色色彩 那么它不适于种植 好了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的链接 订阅转发点赞和收藏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视频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